自世界上次第一艘航母竞技神号建造100年后,航母建造之风依然强劲,从纽波特纽斯到上海,世界上几个主要的海军强国目前正在接到航母,而且采用新型航空技术如隐形,防区外武器和无人架式飞行器整合到航母平台。 现代航母作战能力越来越强,却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正在建造的航空母舰一共有一艘,美国正在建造两艘全新的福特级,分别为约翰·肯尼迪号和企业号航空母舰。 肯尼迪号航空母舰,型号CVL-79,是美国海军下一艘航空母舰,福特级航空母舰的二号舰,以美国第35任总统命名。 肯尼迪号目前正在建造中,长1092英尺,飞行甲板宽度为256英尺。 这艘航母满载排水量10万多,船上有4450人的船员,包括船员,飞行员和海军陆战队员。 一旦完成,肯尼迪将能够携带超过75架固定一有人驾驶飞机,无人驾驶飞行器和直升机。 肯尼迪号航空母舰于2015年8月开工,目前已完成50%。 该航母预计将于2019年下水,并在2020年左右投入使用。 第三艘福特级航母企业号CVN80将于2027年投入使用,预计美国海军将在未来30年内订购12艘福特级航母。 7月28号CVN78福特号航母,在大西洋首次进行电磁盘射F-18核,回收之间试验成功。 尽管福特级号称全球最先进的电磁盘射星航母,然而负质太大,问题过多,电弹没有达到装件水平就急忙上马。 现在问题很严重,海军专家李杰说,福特级航母四项关键系统,至少有七项未达到装件水平。 最严重是电弹和电磁阻拦为过关,现在美国海军官员一度考虑为肯尼迪号和企业号航母,重新回到经过时间讨厌的蒸汽塔射器。 不过这个想法最终被放弃了,两艘船都将使用电磁塔射来发射飞机。 英国维尔士亲王号 维尔士亲王号是英国皇家海军的第二艘伊丽莎白女王级航空母舰。 维尔士亲王将与伊丽莎白女王完全相同,两艘船长920英尺,飞行甲板宽240英尺,英国的航空母舰排水量64000多。 大致与中国辽宁号差不多,维尔士亲王号运营的船员比美国航空母舰小得多。 只有1600名人员,当然,英国航母还是比法国航母大多了。 法国带高了号满载排水量才42000吨左右。 只想到美国的两栖攻击舰,维尔士亲王号航母,携带12-24架F-35B战斗机,以及14架梅林回备损版权和通用直升机。 在战时,英国航母携带的战斗机数量,可以增加到36架。 根据华盛顿和伦敦达成的协议,美国海军陆战队的F-35B中队可以从伊丽莎班女王和维尔士亲王站起飞。 直到英国自己的F-35B渐渐载机达到作诈能力,维尔士亲王号于2011年开工,该船于2017年,由伊丽莎白女王正式命名。 目前正处于西装过程中,该航空母舰预计将于2019年进入海上试航,并于2020年投入使用。 中国,003型航母,中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于2012年9月,进入人民解放军海军服役后。 另一艘及辽宁号北莱德002号航母,正在进行海上试航。 中国报告显示,目前正在建设另外两艘航空母舰,据称这两艘航空母舰属于003型。 很少有人知道003型航母,据称上海加南造船厂,正在建造一艘船体,大连正在建设中。 这些航母是中国第一艘,采用现代模块化造船技术建造的大型船舶,由大型预制模块组装而成,那个模块重达数百多。 第二,由于中国的海上和动力推进计划仅限于潜艇,并且大型航母所用反应对复杂规模大,因此,033航母预计将按常规方式提供动力。 003型航母几乎肯定不会有滑跃甲板来发射飞机,而是采用电弹,辽宁和002号航母,都是有滑跃甲板,无法弹射空中预警机和螺旋桨驱动的支援飞机。 此外,滑跃甲板对固定仪飞机的燃料和武器重量有限,严重限制了它们的性能。 然而,使用电磁弹射系统,将使新航母能够发射全系列飞机微型。 003型载机的型号和尺寸位置,待预计会比之前的载机架数更大。 五角大楼推测根据传体的大小,003航母可容纳比002航母更多架各种类型的飞机。 印度,维克兰特号,印度,维克兰特号。 印度是一个拥有永久海军航空传统的国家,也由运营前英国皇家海军航母的传统。 印度第一艘本土建造的航空母舰维克兰特号正在建造中。 维克兰特号的建设是印度两艘完全现代化的航空母舰的梦想的一部分,目标是三艘航空母。 维克兰特号于2008年在科兴造船厂开始建造,一广十年过去了,还达不到服役要求。 对于传统航空母舰来说维克兰特号有点偏小,排水量4万5千吨比把国航母略大。 但值得记住的是,这可能是印度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大型船。 维克兰特号将长860英尺,飞行甲板宽度为203英尺。 与印度的旗舰维克拉玛迪亚号、INS、Vikramadity航母一样,维克兰特号将关滑越起飞和阻拦着陆。 拦截装置和其他设备是从俄罗斯采购的。 维克兰特号预计将于零三十架飞机,包括二十架米格、二十九K多用途战斗机和十架直升机。 维克兰特号本来预计将于2018年投入使用。 但生产和技术问题迫使延迟进入2020年10月,也有可能拖败2022年。 同时印度第二艘国产航母AS-Avalka维莎尔正处于设计阶段。 维莎尔预计排水量达6万5千吨,比维克兰特号达三分之一,并可能采用美国的航母技术,特别是电磁弹射器。 这是印度海军最大的梦想,不过美国要注售给印度可能有点困难。 印度与俄国有军工合作,美国恐怕极限录给俄罗斯。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